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Podcast Unlock ESG 记得在各大Podcasts follow我们 以及为我们的节目评分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题目想分享 都可以在各大社交平台联络我们 今集节目又回到我们的10分钟ESG 让大家短时间了解ESG相关的议题和概念 今集的节目内容是由GreenVintag公司ESG Matters提供 让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港交所的ESG报告准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早在2013年发表了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并且在2015年正式纳入为主板上市规则 规定主板发行人应该由2016年起 根据刚提及的ESG报告指引里面的 一般披露要求的资料作细则披露 包括香港在内 暂时全球只有34个交易所将ESG报告 纳入上市规则之中 而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 时至今日的ESG报告指引已经来到第四版 所有主板上市公司在发行他们的年报时 都需要同时发行符合港交所要求的ESG报告 港交所的报告指引不单只帮助了香港商界制定ESG报告框架 更加因为港交所的ESG报告指引 是按照本港的实际营商环境而编写 所以本港的中小企甚至非牟利组织 其实都可以以港交所的报告准则作为参考 这份报告的指引对于推动本港的ESG发展有长远的影响 那上市公司应该怎样就着这个指引去准备相关的报告呢? 企业在预备ESG报告的时候 可以按照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 附录第27条内的指引收集相关资料 上市公司需要在每年的财政年度结束之后 4个月内提交年报以及ESG报告 ESG报告可以刊登在年报之内 或者分拆成为一等独立报告 上载到港交所以及公司的网站上 被公众查阅 港交所的指引并不是涵盖所有披露项目 公司可以因应自身的行业或者业界需求 颜外提供指引意外的parameters 同时也可以参考其他国际间认可的准则 作为公司ESG报告的框架 此外部分公司也会聘用外间独立验证 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合规的审查 提升报告的认受性 最理想的情况下 报告应该可以反映发行人对环境及社会有重大影响 又或者对持份者的评估 以及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 以及相关的KPI 过程中公司应该鼓励持份者参与其中 了解他们的意见 在制定ESG政策的时候回应他们的期望 讲完刚提及过的报告准则 不如我们又看看写这份报告的时候需要留意些什么 港交所规定公司赚写ESG报告的时候 应该遵照以下四大原则 第一,重要性 公司需要识别所有对于投资者和其他持份者 有重大影响的议题 并且按持份者的意见排优先次序 第二,量化 公司需要提供可以计算的关键职效指标 即是KPI 以及定下可行的目标 聚述对于公司的影响 按实际情况提供可以比较的数据 令到政策和管理系统的效益 可以被评估和验证 第三,平衡 Balance 报告应该如实反映公司过往一年的实际情况 也应该以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角度去赚写报告 第四,一致性 Consistency 公司应该确保披露统计方式一致 方便日后引用数据作比较之用 到底一份符合港交所要求的ESG报告需要包含什么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强制披露的部分 通常这个部分都会在报告的前半段出现 正如字面上的意思 以下三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提供的 包括管制架构、汇报原则以及汇报范围 首先管制架构主要着物于公司董事会如何监管、策划 以及检讨各个环境、社会及管制的披露项目 港交所期望董事会能够领导、制定及落实ESG策略的过程 支持整间企业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方针 第二,汇报原则就需要描述和解释 在写报告时如何利用之前提及过的三大原则 包括重要性、量化和一致性 最后的汇报范围就是界定报告所涵盖的范围究竟去到哪 例如是营运地区或具体业务等等 以上是可以帮助投资者和持份者聚焦公司重点的业务范围 方便评估公司在企业管制的表现 而除了刚刚提及过的强制披露之外 ESG其余部分就需要企业汇报在过去一年里 多项在ESG三个范围中的重要性议题 例如是环境、劳工、供应链管理、产品责任、社区投资等等各方面的成果 而这些披露项目就需要符合不遵守就解释 Comply or explain 的原则 意思即是若然公司因为未能在报告中完整提供这些项目相关的资料和数据 就需要清楚列明原因 首先在环境、environmental 方面 公司需要就四个层面作出披露 包括A1 排放物 A2 资源使用 A3 环境及天然资源 以及A4 气候变化 就排放物而言 报告一般需要披露公司管理废气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有害及无害废物的政策 相关法律条文以及排放数据 另外也要制定各种排放源的长远减排目标和应对措施 而在A2 资源使用方面 公司除了要提供资源运用的政策 用水量、耗电量、包装用量和其他能源使用的状况之外 同样需要在提供可以提高能源及用水效益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另外在A3 环境及天然资源方面 公司需要披露相关的长远政策 如何有助减低营运对环境和各种天然资源所造成的影响 业务对环境所造成的潜在影响 和公司为此而采取的行动 至于最后A4 气候变化方面 港交所要求公司提供识别和应对可能会对发行人 所产生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事宜的政策 重大气候相关事宜 例如有极端天气、台风、水浸等等 这个层面其实在2020年参照了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小组TCFD的建议 而所新引入的 想更加深入了解TCFD的详情 欢迎重温我们上一集的Podcast 在环境方面我们都说了很多 在社会、社交方面 又有什么要写进这份ESG报告里面呢? 社会方面包含了8个主要范畴 包括B1 雇佣 B2 健康与安全 B3 发展级培训 B4 劳工准质 B5 供应链管理 B6 产品责任 B7 反贪污 以及B8 社区投资 在这8个范畴究竟有什么需要回报呢? 首先 在B1 雇佣方面 员工作为推动企业运作 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当然也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港交所需要上市公司提供雇员的薪酬待遇 进升、工时、平等机会等等相关的政策和数据 而在B2 雇员健康和安全 就会以工商数字 因工商而损失的工作日数 等等的数字来量度企业 对于提供安全工作环境 和保障雇员避免职业性危害的有效程度 而在B3 发展及培训方面 企业也应该透过量度雇员类别、性别、受分时数等等的数据 令外界了解企业向雇员所提供的职业培训究竟是否足够 职业培训有助雇员提升工作技能 对改善工作效率有莫大的得益 此外在B4方面 港交所要求企业制定避免聘请同工及强制劳工的措施 盗拙企业有剝削劳工的情况出现 同时也要制定恒常机制 举出处理有关情况时候的步骤 而去到B5 企业营运也需要审视供应链的运作 确保供应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得到妥善管理 港交所规定企业需要披露供应商的数目 拼容供应商的惯例 供应链内的环境及社会风险 以及促成绿色供应链的措施 而B6 港交所也期望企业对于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负责任 指引里要求企业提供产品品质 顾客满意度 以及消费者保障等方面的资料 去到B7 反贪污的政策可以有效保障企业免受贵劳 勒索、欺诈和洗黑钱的风险 是其中一个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 在报告中 企业必须披露对企业或任何雇员贪污訴訟案件的数目和结果 也需要描述企业在处理防贪和举报的程序 除此之外 也需要向董事及员工提供反贪污培训 而最后的B8 社区投资 其实相似于我们以往比较经常听到的 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比较少本说企业会独立出一本CSR Report 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是可持续发展的其中一个元素 企业除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企业必须要考虑业务在社区的需要和利益 不论透过慷慨捐款 动员参加义工服务或者其他贡献 将成果分享给社区有需要的人 为社区出一分力 以上就是一本符合港交所要求的ESG Report 需要涵盖的内容 正如之前所说 每一间公司的服务由所不同 在写ESG报告的时候 最重要是可以如实反映到公司过去一年 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历程 审视自己过去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 距离自己锁定下的目标差多远 港交所的指引可以说是帮助香港企业 踏出开展ESG第一步的契机 而港交所也在2021年11月 出版了一份按照TCFD所建议的 回报气候讯息披露指引 港交所也公布了 会在2025年正式实施这份新指引 现有的ESG报告框架 相信都会因应相关的要求有所更改 未来港交所对于企业 在环境、社会、管治方面 只会有更加严谨的要求 希望今集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 掌握港交所对于ESG报告的要求 为未来做好准备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未来我们将会为大家 带来更加多相关的资讯 记得每隔一个星期五 就收听我们的Unlock ESG 拜拜 对不起 对不起 在这一点 预定